我们就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参选朱立伦 是从台大教授转跑道 踏入政坛之后到目前为止 是国民党内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他在担任桃源县长 新北市长的时候 市政要求标准相当严格 面对手底下的官员更是不苟言笑 幕僚个个都是绷紧神经 他是如何累积自己的政治历练 带你来看的是朱立伦的从政经历 希望跟所有的国民党党员一起 找回我们创党的精神 这是一个从没输过任何一场选战的朱立伦 大家知道朱立伦是在建的教授出心 在建的博士在建的博士在建的教授 我要做理会议员 跟做团队官官党两个费 在大大小小造势场合 朱立伦挂在嘴边是他完整的政治历练 一届立伦两届桃园县长 而后入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再转战新北市长 政治路亦帆风顺 很大原因和家人脱不了关系 公开放闪一下也不错 其实我们平常也蛮浪漫的 总是到了选战最后关头 朱立伦妻子高婉妾才会现身 两人如果不是紧牵着手 那就是朱立伦轻轻扶着老婆大人的背 高婉妾是台湾省老议长高玉仁的宝贝女儿 朱立伦决定从政后岳父成为最强而有力后盾 但为了避嫌 朱立伦鲜少在公开场合和高玉仁同台 因为高玉仁一脚跨足两岸政商界 有时是助力 有时则是阻力 这几家公司能够有这么好的业绩 这么好的得标力 这个跟朱立伦这些都没有关系吗 其实这个我都没有听过 参选一定有人会扯到 不管十万八千里都会扯到 不管做什么事都被放大检视 也因此当朱立伦顺利成为县市首长后 对于市政要求特别高 做起事来格外小心 虽然在当桃园县长的时候 曾说过不喜欢题字文化 不过实际走一趟桃园 还是处处可以看到朱立伦执政的痕迹 落款太官威 在任期后半段朱立伦下令取消 只剩下棒球场展演中心 还看得到朱立伦三个字 而当时担任副县长的立委廖正景 回想朱立伦在地方上 只有四个字形容 就是拼命三郎 那时候有个台风来 把师门水库整个污泥的 没有水库 深刻的印象就是说 他那时候重感冒 重感冒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 你重感冒 打点滴 你回家休息 我副县长来带牢好了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睡在办公室 我才能够苦命收拾 台风天 朱立伦几乎是灾变中心为家 桃园县长如此 新北市长更是如此 身体力行 每周市政会议上 朱立伦目狗言笑 表情甚至是有些冷酷 对公式高标准 连局处首长要跟他报告 都得遵守三分钟原则 承受极大压力 借你的时间就是只有三分钟 所以你要在非常短的时间 把你的报告非常地了解 然后又非常浅白的语言 然后非常精确的文字到位 跟他做说明 通常他会说 你们自己都不能说服自己 或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专业 那又怎么要去说服别人 去推动这个工作呢 三分钟内说不完 代表不熟业务 或是没抓到重点 会计出身的朱立伦 做事讲求高效率 整理数据计算是专业 但也常常被外界认为太算计 很多人从政治的角度说 我可能很会算 其实我跟大家讲 我一点都不会算 公开场合卸下破克脸 换上另一张神情 还腼腆笑着说 自己其实不会算 各种场合朱立伦角色 转换自如 一直是党内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但没料到的 一份维基解密让朱立伦点音大交 这完全不是事实 我已经讲过了 这不是事实 维基解密释出的美国公文 朱立伦成了献名 搜集来营资料汇报给AIT 虽然极力否认 这些记录却始终跟着他 但无损朱立伦在选民心目中形象 加油 干嘛 对 看到小婴儿一把抱起逗着玩 或是和婆妈们一个一个握手急转 咪咪眼 招牌灵窝 这些都成为朱立伦最有用的力气 成为大家眼中的好爸爸好老公 就连推动政策朱立伦都要求 要有人味让民众有感 所以常常他都会提醒我 他说你是孩子的妈妈 你不是只是一个专业的局长 所以你在推动这些弱势照顾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从专业的角度 你更要从人的角度 民众的需求的角度 来做这样的推动 这份人为从人民的角度出发 但私底下的朱立伦随时上井发调 想冲出好政机 只是总统和立委选举这一局朱立伦要怎么算 也决定未来政治路还能走多长 登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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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